好 現在俄烏的戰火還是不斷 在俄羅斯這邊 說是在盧干斯克 你可以看到空中飄起了 這樣子的濃煙 黑煙 他們說這個兇手是誰 就是烏克蘭當局 他說當局指控 烏克蘭軍隊發射了 兩枚的戰術飛彈 襲擊的包含了一座包裝工廠 一棟行政大樓 那麼這一次的襲擊 就連民宅也遭殃 一共是造成了六名兒童 還有一名俄羅斯議員 因此是受傷了 被指的這名議員 是俄羅斯下議院國家杜馬議員 也就是照片中的這一位 不過這個行動 烏克蘭是沒有否認 沒有承認的 那麼盧干斯克的人民共和國領袖 他當然也是莫斯科當局來扶植的 他就說這是基輔的恐怖健全 再次的要來試圖恐嚇平民 而且這個時間點就是為了要中斷 共和國日的慶祝活動 而分析人士也指出說 這座城市其實離烏克蘭的陣地 是距離有一點滿大的 所以滿遠的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很可能烏克蘭他們是使用 射程比較長的飛彈 俄羅斯西部邊境城市布洋斯克 當地周六中午突然出現了爆炸巨象 根據俄羅斯媒體報導 原來有蘇凱三四的轟炸戰鬥機 在內四架軍機墜毀 俄羅斯西部城市布洋斯克 傳來這身巨象 還能看到大量黑煙上竄 嚇得當地人驚呼失聲 俄羅斯媒體報導 這股黑煙來自俄軍的米巴直升機 當時直升機正要從布洋斯克 前往烏克蘭切爾尼戈夫 執行攻擊任務 卻在靠近烏克蘭邊境失事 而且在同一天 竟然還有一架蘇凱三五戰鬥機 一架蘇凱三四戰鬥機 和另一架米巴直升機 墜毀在克林奇地區 四架軍機出事 共造成九人死亡 現在俄羅斯指控是烏克蘭派人 發射地對空飛彈 擊落這些軍機 烏洛偏逢連夜雨 同樣在俄羅斯西部的工廠 半夜發生莫名大火 烏克蘭盧干斯克的二戰區 也遭到飛彈攻擊 俄羅斯從飛彈破片研判 這是來自英國軍援烏克蘭的遠程飛彈 暴風之隱的攻擊 尽管如此 俄軍沒有放棄挑釁 不只疑似施放間諜氣球 進波蘭境內 還在黑海發射飛彈 慶祝黑海艦隊成立240周年 TVBS新聞總共報導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 首度前往意大利羅馬 意大利的空軍 不只派出颱風戰鬥機 護航半飛 就連地面的維安也做好了 萬全準備 兩架意大利颱風戰鬥機 伴隨烏克蘭總統專機飛行 羅馬市區更有警車一路護送 澤倫斯基出訪歐洲的第一站 意大利用最高規格迎接致敬 這是五二戰爭爆發以來 澤倫斯基首度前往羅馬 他還特別到梵蒂岡 拜訪教宗 防紀各 澤倫斯基帶著這件 上頭畫有聖母像 和烏克蘭國旗的防彈衣 送給教宗 兩個人談了40分鐘 只是萬地剛沒有公開談話細節 繼續這一天 澤倫斯基還和意大利總統 馬塔雷拉 以及總理 結束羅馬的行程 延長賽就是比誰的耐力比較強 那麼現在西方國家又說要來支援烏克蘭了 我們看到德國他們再支援烏克蘭 而且號稱是到現在為止 最大筆的一次支援 說是一共有27億的歐元 大約新台幣來到了910億元的武器 是開戰以來最大筆的一次 那麼裡頭的內容包含了30輛的暴虛戰車 以及四套防空系統還有20輛的雕塑士步兵戰鬥車 另外也包含了200架的偵察無人機還有100輛的裝甲車 另外在瑞士的部分 過去大家覺得說它是個中立國 所以在一些支援上是比較受限的 不過現在說是瑞士的兩億元也通過了修改戰爭物資法 簡單來說就是他們也可以向烏克蘭交付相關的物資 現在主要還是基於中立國的法律 所以沒有辦法轉交彈藥給處於衝突的國家 未來有望可以改變這樣的情況 那麼包含了獵豹防空車 說是有可能可以提供 那麼它的好處是射程比較遠 能夠有效的打擊4000公尺內的目標 不過過去的外銷是需要遵照法規的 也預料說這樣的限制很快可以解除 烏克蘭要趁勝追擊還是握手和談 傳出華府也有不一樣的聲音 再叫給作恨 好 二五戰之前下一步到底該怎麼走呢 是要雙方來坐上談判桌談判 還是現在對於烏克蘭這邊要繼續趁勝追擊呢 現在就連美方這邊也有不同的看法 紐約時報就指出說在華府的內部 其實也對這個後續的發展討論 是意見分歧的 主要還是分為我們剛剛提到的這兩派 一個就是到底什麼是後續談判的時機 另外一個就是是否要趁勝追擊 不過對美方來說 目前比較明確的看法就是 反對任何讓俄羅斯維持當前清正土地 這樣子的和談 不過你不當和事佬 有人可能搶著當 這是大陸 大陸的外交部長秦剛 他在訪問歐洲的時候 就直接稱說 大陸願意而且可以擔任 俄烏和平的使者這樣的角色 當然這樣的說法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他就不以為然 他說應該要持保留懷疑的態度 首先第一個是他們就說 大陸拒絕公開指責俄羅斯的侵略行為 這樣未來還能夠擔當這個公正的角色嗎 另外是大陸沒有表明烏克蘭領土的立場 那麼未來會不會藉著和談 其實坐實的凍結前線 反而是變成侵占件事情坐實了 看完了二屋的最新消息 想要知道更多的新聞內容 也可以掃描我左手邊的這個QR Code 就可以下載TVBS新聞網APP 大小是一首 您現在收看的是TVBS新聞台